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台式记者彭文正 从现在开始为您转播 连续两个小时的中华民国 双十国庆阅兵大典 现在时间是9点32分 阅兵大典将在10点钟开始 也就是在28分钟后准时开始 目前总统府前广场的天空 是介于阴天和晴天之间 观众朋友您一定很关心的是 10点钟开始一直到12点钟 阅兵大典这两个小时的天气状况如何 根据我们刚刚和中央气象局取得的最新资料显示 总统府广场在今天上午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在现在的空中您看到大约是80%的天空 将是目前是被云所覆盖 而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呢 在10点钟到12点钟之间 平均大概是40%到80%的天空会被云所覆盖 不过您仍然可以看到蓝天和阳光 天气不会太热 气温在23度到25度之间 还算是相当凉爽 在风力方面总统府前面吹的是微弱的东北风 风力在一级到二级之间 阅兵的骑队可以不必担心 风因为太强而不好控制骑子的方向 目前气象局的预测是说今天的云层高度呢 它的云的云底大概是在3300英尺 也就是在1000公尺左右 而云高的云顶呢 大约是在5000英尺 也就是1500公尺左右 为什么我们要跟您分析这云层的高度呢 因为今天大家所关心所瞩目的空中分裂式将要怎么样的来进行 将会牵涉到云层高度来做决定 目前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不过照目前的情况来讲呢 应该是可以实施全程的空中分裂式 按照国防部目前的计划 如果天气晴朗的话 您将可以观赏到包括IDF F-154 F-51 F-5F等空中战斗机在内的 116架飞机分成三个梯次在空中表演 也就是云高应该是超过2000英尺 一尺是0.3048公尺 也就是在619.6公尺以上的地方呢 这个情形应该是可以实施全程 那么阅兵大典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注意准备位置 中华民国80年的生日大典即将开始 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 待会儿见 从淮宁路右转 而车辆部队将在重庆南路左右转 完成阅兵的动作 我们现在看到呢 古方部示范乐队和三军仪队 他们穿的几乎是刺眼的钢盔 亮着刺眼的钢盔和配件 还有整齐划衣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训练有素 水准相当整齐的部队 而现在典礼的前岛车已经缓缓地开进了总统府广场的前面 今天应要参加阅兵大典的贵宾和部队一共有五万人 其中受教部队有一万两千五百六十六个人 现在的现场响起掌声 目前阅兵的前岛车队呢 已经缓缓地 要驶入定位 阅兵大典呢 即将在十点钟准时开始 今年的国庆阅兵定名为华同演习 是政府签台以来的第十六次阅兵 也是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 在政府解言逐步迈向全面现代化之后 今年的阅兵也是受到争议和挑战最多的一次 不过以目前现场的气氛看来 这场阅兵大典应该可以在和谐 庄严和欢欣的气氛当中顺利地进行 今天国内应邀参加官礼的来宾 包括了总统府五院各部会首长 国大代表立法委员 监察委员考试委员 县市长议长各国驻华使节 各个政党及人民团体的代表 教师代表各基层行政代表 新闻界代表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 现在的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国防部的示范乐队和三军的仪队 他们都是在各军种当中精挑细选出来 在身材体能方面最为出色的官兵来担任这项任务 相信他们有幸能够担任80年国庆大典的典礼部队 也是一项毕生难得的荣耀 在国防部示范乐队和三军一队就定位之后 阅兵仪式呢 马上就将要开始 今天来参加大典的外宾 还包括了宏多拉斯共和国的总统卡耶哈斯 瓜地马拉共和国的副总统艾斯比纳 多米尼克的总理查尔斯女士等 相当多中外的相当重要的人序 将来共襄盛举参加中华民国80岁的生日 稍后呢我们在典礼当中将会有您详细的介绍 各种空中和地面武器的性能 待会儿是主播的中华民国80年国庆大典和阅兵大典 现在我们在现场上刚刚看到的是 训练精良的三军乐队和陆海空军三种军种联合组成的一队 他们将担任阅兵大典的全程 军乐伴奏和典礼的程序 现在总统府的天气状况呢 是介于阴天和晴天之间 不过现在慢慢的天气有点转阴的趋势 而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今天的天气应该是在阴天晴天之间 大概有40%到80%的天空将被云所覆盖 那么根据国防部的规定呢 如果说云高是在2000英尺以上到天气晴朗的话 将会出动包括了IDF F1-4 F51 F5F在内的各种战斗机 116架分成三个梯次在空中做表演 不过到现在呢 还没有做最后的宣布 如果云高的高度只有2000英尺 也就是在600公尺左右 天气不太好的话 能见度的考虑下 将只出动慢速机队和直升机54架 那么像IDF等战绩今天就不飞了 不过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今天的云层高度 在早上10点钟到12点钟之间 在总统府的上空 应该是在3300英尺到5000英尺 也就是在1000公尺到1500公尺之间 所以按现在的情形来分析的话 如果天气没有转坏的话 您将可以欣赏得到全程的空中分裂室 今天在场的所有的5万多名的贵宾当中呢 在外宾部分包括了刚才我们为您介绍过的 红卢拉斯的共和国总统卡耶哈斯 瓜地马拉共和国的副总统艾斯比纳 多名尼克的总理查尔斯女士 哥斯大利加共和国的国会议长罗德里格兹 韩国国会议长普俊归 盛文森以及南非共和国等国的国会议长 还有美国前参议员高华德 加拿大和日本的国会议员团 另外今天来到现场采访的记者 包括了由新闻局出面邀请的120个人 和自行前来的86个人 也是历年来阅兵以来的 外国记者团人数最多的一次 现在我们看到 这其中还包括了第一次来我国采访阅兵的苏联电视记者团 以及匈牙利的电视记者团 另外英国的BBC 日本的JTV和美国华府的华语电视台 以及来自印尼澳洲南非的电视台 也都派了采访的记者前来采访 今天可以说是嘉宾云集 而整个阅兵部队呢 现在是三军的仪队 以及国防部的示范阅队 已经准备就绪 另外在警服们的这个地方呢 今天所有即将在十点钟 参加授阅的这些部队 也已经准备就绪 精神相当的高昂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现在进场的是 阅兵指挥官 罗文山中将 现场响起了掌声 是欢迎今年的阅兵大典指挥官 六军台司令 罗文山中将 罗文山中将 今年56岁广东省梅县人 陆军官校28期毕业 美国装甲兵学校 三军大学的陆院战院毕业 曾经担任 腰动酒机械化师的第一任师长 装训部的指挥官 军团副司令 现在担任六军团司令 而阅兵指挥官 是主控阅兵的灵魂人物 也是国军将领 相当重要的一项经历 历年来担任过阅兵指挥官 这项任务的包括了民国44年和民国50年阅兵指挥官的郑委员上将 行政院长郝伯尊 担任过民国53年的阅兵指挥官 现任行政院退辅会主任委员的徐立农上将 担任过民国70年的阅兵指挥官 现任总统府参军长的蒋仲林上将 担任过民国67年汉威演习的阅兵指挥官 民国77年的阅兵指挥官 就是现在的陆军总司令 陈廷宠上将 今年的阅兵指挥官 罗文山中将 他的学经历相当完整 他是前联勤总司令 总政战部主任和驻萨尔瓦多大使 罗友伦上将的长子 现在的时间是9点54分 即将在10点中就将开始定名为 华同演习的中华民国建国80年的 扩大国庆阅兵 今年参加阅兵的部队呢 包括了首先将进行的空中分裂式 以及地面部队 而地面部队包括了徒手部队和车辆部队 一共有军官士官士兵学生 共12566人 现在今月即将响起公营统帅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阅兵指挥官 阅兵指挥官 罗湾山中将向统帅棋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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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将是政府博新来台的第16次的阅兵 而上一次阅兵是在民国77年 大阅官也是李总统登辉先生 虽然有部分人士对于举行阅兵有着不同的意见 不过世界各主要先进国家也都有举行阅兵的经验 美国在波斯湾战争胜利之后 在纽约华盛顿等地也分别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 展示了波斯湾战争的陆地和空中武器以及部队 美国阅兵的前岛部队是穿着1776年独立战争时候的服装和配备 而在法国方面几乎也是每年阅兵 在前年1989年在凯旋门前面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 美国在1986年总统雷根在密苏里号战舰上 也检阅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军舰艇 因此阅兵除了振奋士气之外 也具有缅怀历史测见未来的积极意义 现在的时间是9点57分 三分钟后 卓华民国建国80年的国庆阅兵大典即将隆重的展开 在阅兵开始之前呢 稍后就即将要进行空中的喷漬 目前在总统广场呢 所有的社交部队和中外嘉宾都已经准备就绪 准备以最欢欣的心情来迎接中华民国建国 80年的国庆阅兵大典 你现在可以看到在观理台上呢 中外嘉宾云集 总统府广场现在的上空虽然有一些乌云 不过可以隐约约在云的背后可以看到一次的曙光 而这个天气的如果维持目前的情形的话 云高应该还是在1000公尺以上 应该还是在可以全程进行空中分裂式的范围之内 不过不知道国防部在最后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那么如果天气能够持续放晴的话 观众朋友您将有缘可以欣赏到一共116架 来自三个梯队的空中分裂式 精彩是可奇的 来宾 请起立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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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 去抝制 策 sigh 10点钟这 現在行二十一響力炮的全軍力 現在行二十一響力炮的一響力 在苦歌作完之後 阅兵指揮官羅文山中將將向大越官三軍統帥 李總統登輝先生報告授越人數和項目 中華民國八十年國慶大典 閱兵指揮官陸軍中將羅文山報告 十道授越陸海空軍軍官學生士官士兵 共一萬兩千五百六十六元 大越項目一空中分裂 二地面分裂 分裂式開始 公請閱兵 閱兵正式開始馬上將要登場呈現在各位觀眾眼前的是空中分裂式的部分 現在在遠遠遠地方我們看到的是第一梯隊首先通過的是六架S拐動C型的直升機 各位女士在前面添藍色尾輪在後的是空軍的海鷗救難機 後面灰色尾輪前移的是S拐動C的反潜直升機 這是國內第一次公開的疫情直升機 是美國的Skorsky公司所生產的 我們在購買之後加以改裝配備了反潜裝備 它的功能介於美國海軍的SH-60B和S拐動C 一架S拐動C的售價大約是在北京五千萬元左右 這是國內二代艦輸進之後 配合二代艦在台灣海峽操作的正式一代的反潜直升機 它將在未來海峽操作的擔演相當的質量長的 在北京五千萬元中的海峽操作的正式一代的反潜 我們會先制一下海峽操作的正式一代的反潜 我們會先制一下海峽操作的正式一代的反潜 最近兩次公開的正式一代的反潜力 我們會先制一下海峽操作的正式一代的反潜力 第二次隊隊是27下陸軍UH-1S的戰鬥預除機 美國在波灣戰鬥當中 美國陸軍的Airland Battle空路作戰 陸軍部隊的運輸補給都是用直升機在空中進行 來爭取機動性和時效性 UH-1H也可以扮演類似的角色 不過UH-1H是美國越戰時候使用的 現在已經被UH-60A黑鷹直升機所取代 現在我國已經採購了 A-H-1W Cobra眼鏡蛇的攻擊直升機 未來和UH-1H搭配將可以大幅增加陸軍立體作戰的能力 27下陸軍UH-1H的戰鬥運輸用直升機 現在已經通過了越冰台的上空 現在通過的是空軍半速擊隊 第一擊隊是T-34型基礎教練機 現在您所看到的是T-34C教練機 這是空軍關上使用的初級教練機 原來是美國海軍航空隊使用的初級教練機 在民國70年代的中期向美國買來之後 取代原有的中型號TCHY教練機 它稱得上是一種價廉而物美的初級教練機 當年義大利 瑞士 巴西都曾經促銷過類似的教練機 而T-34C脫穎而出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比較便宜 而且這型的飛機在美國海軍服役了三十幾年 有相當可靠的服役記錄 中型運輸機三架 BH19動動運輸機 是國內降級校級軍官洽工的時候使用的行政機 有三架目前通過了越冰台的上空 BH1900在不含飛行員的情況下可以乘坐19個人 最大的航程在1400公里左右 第三個機隊是S2T型反潛機三架 S2T型反潛機現在出現在空中 這種藍色在它的肚子部分有白色波浪條紋的 又叫做Turbo Tracker 渦輪追蹤機 運輸機三架 現在您所看到的四引擎的是C13H立式運輸機 是Herculus在希臘神話中的大立式 所以又叫做立式型的運輸機 是美國洛克希的公司出品 它算得上是世界上銷量最好的一種大型的運輸機 在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尼也都購買了這類的運輸機 它的優點是可以短程起降 而且航程相當的大 目前我會用它來擔任南沙群島的補給任務 著名的以色列突擊 烏干達恩德比機場就人質的突擊隊 就是搭乘這種C136H運輸機 現在要進入了快速機隊 A3是AT是Attack Trainer的意思 是國內空軍官校的高級教練機 著名的空軍雷虎小組 使用特技飛行的時候也使用它 戰戰戰鬥機30架 現在通過的是F51的戰鬥機 它是國內空軍的主力戰機 在民國63年的10月30號 第一架F51出場命名為中正號 它是美國諾斯瑞夫公司進口原組件 在台灣自行裝配生產的 比起空軍另外一種F1-4 就是馬上要通過的飛機群來說 算是具有比較好的中踢空的纏鬥性 國內也目前算是全世界使用F51最多的國家 韓國也合作生產F51 不過目前已經逐漸的被F16來取代 第三個是F1-4 F1-4戰術戰鬥機現在實在通過 現場想起這類的長生 它是第一種使用的兩倍音速藍鐵機 國國是最早獲得此型飛機 我們能進行嚴重的全天鋪 這個國性能戰鬥機 IDF 自制防衛戰機 經過號 也是近一年來性能性最高 爭議妥多的一項戰機 對於美國去受推力比較大的發動機給台灣 使得IDF發展過程 一直受到發動機推力不足的困擾 而沒有辦法能夠達到理想中的性能要求 在我國現有的工業技術和科技基礎下 自行發展IDF戰機 也就格外的昂貴和堅固 不過IDF戰機的航空電子系統相當先進 有效EG能夠配合天間二型飛彈使用 也不視為一種不錯的區域防空戰鬥機 在飛機向大越關致敬完畢 結束了通過分裂式 現在進行的是地面分裂式 首先前導部隊是三軍和憲兵的旗隊 由國旗前導 在國旗後面是陸海公的三軍軍旗 在國旗後面是陸海公的三軍軍旗 現在通過的是月兵指揮官羅文山中將 而在後面四位穿著四種軍服的 特別是來自陸軍 後軍海軍和憲兵的月兵指揮官 艦隊 responsibility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地面部队在通过阅兵台的时候 行礼并且报告部队的番号和特星 陆军官校学生营 今年的地面部队是正面24个人 18个班的大正面队型 以往的阅兵的正面部队都要壮观 因此部队要看齐对正也特别的难 可以格外的讨厌出部队平常的训练 精神不走的陆军官校学生营 陆军官校正在阅兵的13年 由线同长工创建于广东黄古 在60多年来黄古之地在整个 进国阶级大业的陆海中扮演着 呈现成为既往开来的神社使命 大党学院商场 他们的各种赛ок号 中国大兵的天呐 他们是中国大兵指示的颳書 是最大的大兵徟itter自由兵是 今天也是第一次在越冰典禮中全面幻装六五黑图步枪的平行 那么六五式黑图步枪是活躁的防发防尘的能力都不错 可以在恶劣的气候当中作战 空军军官学校学生营 空军官校创立越冰国18年创立在南京 而国际官校已秉持着光荣传统的中文军风 捍卫台海领统确保国家安全 政治作战学校学生营 政治作战学校是一座与文武的学校 它不但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政战干部 也为社会作与了许多多精英的态度 这里来到国际官校 这部学校是制作美国的政治作与文武的学校 聚集中的文武的学校 聚集中的文武的学校 陸兵六拐拐旅 陸兵陸兵的六拐拐旅又成为武校部队 六拐拐旅群两两六师也是首都的未属师 这是一只百战熊师 在历经早会抗乱的和贪乱的十多次战役当中 都能够战功标饼 曾经获得了先祖宏奖 翻售荣誉旗 这是国军中具有坚强战力的一只钢铁禁驴 作战的大方国典都有优秀的表现 而是最终成功的一旦共产兵的国家 武兵立法兵 这是陸军 陸兵的第二营兵 今天受教的陸军陸兵六拐拐旅的一种三个营兵 因为普通带着首都卫戍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任务都比较操了一点就是分外的间距 所以他们的任务都比较操了一点就是分外的间距 后面是二十四人的大正面 所以要提到整齐化一成为一支线 左右前后看齐对针 格外的困难 但是部队行进的军容也格外的双手 现在我们看到穿着笔彩装的是陸军空将武兵六十二旅 陸军空将特战部队在民国三十三年成立于云南科迷 是一支具备攻势机动齐齐速决的一种机动部队 曾经参与了徐州中原玉东 冰冰东山岛等几十四的战役 并且也获得了金冬空将秘密为武汉部队的荣誉三号 这是日本中外的天兵部队 各位观众朋友所熟悉的神龙小组就是属于陸军空将补兵 另外陸军空将特战司令部也是著名的山巡海巡韩巡的中心 军空将军空将军兵六十二旅 就用今天来收集的部队包括了三个影 陸軍空降步兵聽著相當整齊花衣的步伐 現在突破了遠離開 這是海軍陸戰隊的步兵團 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陸戰隊被稱為熊英雄中的英雄 好漢中的好漢 他們今天的表現突然相當突出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排面對準的相當整齊 而且這個正式的踢得相當標準 腳尖下壓相當的標準 海軍陸戰隊的步兵團 是一具兼具陸上和兩棲作戰特性的機動部隊 曾經歷經了像是東山島的兩棲襲擊作戰 在823炮戰期間也曾經突破封鎖 海軍陸戰隊曾經現場的獎功 白首軍種於旗 一具水龍角龍水龍兩棲的海軍陸戰隊 在幾天的領域越名勝負當中的表現得果然不足 這個播報台這個角度 看過去剛好是對著他們的90度 他們每一個一般的頭領的相當整齊 在1958年, members of this regiment fought so bravely that they were called the hero of the villag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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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第三營運動 穿的衣服相當漂亮 一身白的是海軍艦隊兵 海軍艦隊兵是來自海軍的各型艦隊 平常成長鳳或萬里浪的Jerry 也在負責巡邦海峽安全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衣服也相當激活 憲兵三三兩陰 在即將會離開 下半分之間 憲兵是領袖的體位軍 超過三軍的模範兵 訓練精良 憲兵成為領袖的體位對三軍的模範兵 平常的訓練精良機率嚴正 而憲讓擔任的任務是執行軍機法令 支援軍事作戰 維護國家安全 是國軍當中一支尖銳的堅強盡律 憲兵部隊也聽著相當整齊的正步 在身材 在身材 體能和勢力方面都要達到嚴格的標準 憲兵部隊在懷寧路 通過躍兵台之後在懷寧路左右轉彎著分裂動作 現在躍升加快 您一定知道 這是木蘭軍 正戰學校女生贏 即將要通過 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支美麗的隊伍是由政治正在學校為主 同時包括了國防醫學院女青年工作大隊聯合編程 他們現在走的是每分鐘120步的小快步 一般正常的正步是每分鐘90步 而步伐走得越快也越不容易對氣 所以每分鐘120步的小快步 又一般正常的 現場也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支美麗而且相當精銳的部隊 在波斯曼戰爭當中 美國方面有女性的官兵參與戰役 也有被俘的也有陣亡的 而美國國會也通過法案女性飛行員 可以飛實行戰鬥熱烈的飛機 但是仍然不能夠參加地面或者海上的戰鬥 同樣我們空軍官校80年也招收 開始專科班的女生 將來要擔任非戰鬥機的任務 陸海空的後勤士官學校也在80年招收了女生 也許您在以後的閱兵大致點當中 可以看到士官學校招收了女生 不過正戰學校是目前唯一招收正起班的女生的學校 現在五點響起 中正國防干部預備學校的古號樂隊 粘不 widsel 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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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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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后可能会配合OH58D观测直升机来共同执行任务 在徒手部队完毕之后 紧接着要进行的是车辆部队的分裂式 相当微风的松车辨 license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线冰机车连 线冰机车连由前面的台面 由十部摩托车 这是美国哈雷重型的机车 他们要整齐对阵相当的不容易 完全是靠手动靠这个油门和离合器 在收放之间来调整前后左右看齐 平常训练相当的严静 担任国宾来访之后离车的潜逃任务 台面十部机车每部 前后左右间隔一公尺 左右间隔一公尺 前后大约是间隔了三公尺左右 那么相当整齐的通过了阅兵台 现在现场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有个人朋友服装非常特别的 两棲侦搜营 选中角龙的两棲侦搜营 现在通过了阅兵台 他们手撞的有配的配方 可以看出挺长的 相当相当艰苦的挑战 才能够锻炼出这样的平衡 现场的掌声 就是中文来宾对阶线 相当相当的 报应热烈的掌声 这些人的掌声 这个人的掌声 这些人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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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身上 上身大齿魔品 穿着迪彩短裤 另外平常呢 应该在胸前会配有一个写字板 就是花人在沉入水中的时候 彼此风吹又有那个不能讲话 所以突然刮一个写字板 那今天可能为了展现他们 有黑壮瘦的胸膛 所以他们没有去挂鞋子板 另外手上带有压力表 还有水声剂 挂在腰间的 还有挖鞋和挖人刀 海军的海风大队 海军飞弹也 第一中队是标准飞弹 这是海岸的反舰飞弹部队 第一中队展示的是标准飞弹 比如说经过武进三号改良计划的 杨字号上面所配件的防控飞弹 是我国刚从美国的动力公司采购的 是属于一种中程防控飞弹 也是历次阅兵当中首次展示的装备 他曾经在7月9月 出去在左营外海 在赛区投赛里 总统和声先生面前 试射也穿过的吉诺法基 现在这个蓝色的是 熊风一型的飞弹 它是仿造以色列的加百粒飞弹 由于天使飞弹加百粒飞弹而造成的 目前在海军的洋二号上面 驱逐舰上面和海欧飞弹快艇上使用了 它射程在40公里左右 而中国目前所使用的海鹰飞弹 比较起来 虽然射程比较短 弹风威力比较小 但是在电子装备 命中率和实战记录方面 都显示的比较优秀 这个是熊风二型 是国内自行发展飞弹成功的一个范例 它所使用的是涡轮喷射发动机 Turbo Jet 射程比较远 可以达到70海里 і大楼轮喷射程 是马甲公司的返轨性 是另外一条美国军人士的飞用功率 是这样的 美国军人士的飞用器 和 George Washington 和西日六一代 海军人士的飞用器 像是海军人士的飞用器 在海军系统雷达车之后 在海军系统雷达车之后 通军防号1 通军防号1 通军防号部队的主要任务 是一战机场的情况来回游戏 除了传统的高兽火炮之外 还包括了允许的天兵防御兵系统 一年来的阅兵展示 甚至展示了三五五号的一次性 纪念则守护六军 搭配麻雀飞弹的完整天兵式气 通军防号一阵飞弹 具有 额像架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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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五号的快报一全走击罗来回的第一机 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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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飛彈是空對空飛彈 是美國從越戰期間使用到現在的中程空對空飛彈 第三連通過的是中正一百天劍一型飛彈 這個小型白色的就是中正一百天劍一型飛彈 是國人自製短程空對空飛彈 技能介於相當接近於AIM-92L響尾蛇的空對空飛彈 具有全向位攻擊的能力 以往的飛彈是要尾隨追蹤飛機的排氣管 那麼採用熱追蹤的方式才能夠命中 而這型的飛彈則是改進為面對面可以做任何角度的攻擊 陸軍機械化師2494 他和226步兵師共同擔任首都衛術的任務 國內有兩個機械化師 另外一個是腰洞九師 行政院長好不尊就曾經擔任過823砲戰的時候 腰洞九師的少將師長 您現在所看到的是M113裝甲步兵的律書之客 反裝甲連M113是從越戰時間美軍標準的裝甲輸出車 它可以裝配迫擊炮 今天展示的呢 上面配備有改良式的拖式飛彈 拖式飛彈的射程可以達到3750公尺 具備有騎毀任何中共現役戰車的能力 這型的飛彈在越戰和波灣戰爭期間當中都有相當不錯的實戰經驗 蟹樹飛彈連 蟹樹飛彈連 不要武器 蟹樹飛彈 這個帶有紅色頭 然後白色身體的是蟹樹飛彈連 配備於機械化師和裝甲鋁 和海軍的海叢樹飛彈是同樣的系統 都是屬於空對空 響尾蛇飛彈所衍生出來的系列 是我國陸軍戰場上點防空的唯一飛彈系統 它是一種有紅外線熱追蹤野戰的防空飛彈 也是我國陸軍裝甲部隊的防空利器 現在看到很多耳朵 這就是通信聯要通過 通信聯有多重通信系統 它的S25動通信車是第一次公開展示在國人的眼前 以往所使用的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的FM200系統 它是相裝的CTM218的多波道機 可以有效的來支援師各部隊的指揮作戰的任務 這個是相當引起注目的裝甲機兵聯 這是汗馬車 汗馬騎乎車是國軍第一種配發的前三速自動排檔車 使用橫向裝置的V型 六氣缸柴油引擎 馬力強大 不過也相當耗油 由基本型汗馬車衍生出來的車輛種類很多 包括了醫療車運輸車指揮車 脫式飛彈車 它是通用動力公司生產 美國陸軍制式的輕型多用途的車輛 它的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民用型的汗馬車的所有人 是美國著名的隱形阿諾史瓦辛格 它是以四萬美金一部的價格買來的這個汗馬車 化學冰聯 我國和蘇聯中共是世界上少數擁有獨立化學冰種的國家 化學冰聯的主要裝備是車載的機械發煙器 同時這次展出的還有國造要求1900公升的消毒車 在戰場上可以執行NPC的核生化消毒清除的任務 化學武器被人稱為是窮人的原子彈 在這次波斯灣戰爭的沙漠風暴當中 伊拉克便使用出了不少的化學武器 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也許還記得在美軍曾經炸毀了一個工廠 那麼美軍指稱是化學武器製造工廠 而伊拉克則指稱是奶粉工廠 這些指控美軍破壞了他們的基本名聲工業 通常這種我們看到化武也是色變 聲勢浩大的是工兵聯 工兵聯的主要裝備是低階去推土機和LS 兩發動動的挖土機 國內目前比較缺乏的是像架橋車輛 臨時道路的鋪設還有除雷布雷的組兵設施 在波斯灣戰爭當中 伊拉克工兵在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間 建築了大量的攻勢來阻撓聯軍的攻勢 由於美軍的戰鬥工兵在職核量的方面都比較優越 所以可以迅速的清除障礙 協助聯軍裝甲部隊的快速通過 而目前台灣的工兵似乎多半是以購攻為主 反而比較忽略了戰鬥工兵的功能 事實上戰鬥工兵在戰場上 常常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B-150S 裝部贏 B-150S 裝部贏 B-150S 裝甲輪行運車 具有裝甲防防力 這是美國凱迪拉克公司製造的 使用的是克萊斯勒B-8引擎 具有基本的裝甲防護能力 並且擁有輪行車輛的機動力 它的涉和涉及能力都相當的不錯 很適合特殊地形的作戰 這種輪行車輛比起鋁帶式的車輛 越野性比較差一點 但是在道路上的速度可以行使得很快 常常用來作為通信指揮車輛 它也可以擔任部分運兵的功能 能夠搭載 大概一個班左右的戰鬥人員 車上裝配的是國造740的排用機槍 多謝能力 共同 locking機槍 都有 SpaceX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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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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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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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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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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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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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